大家好我是南科 999已经开播了 憋得不行的秀粉们终于又找到新家了 我铁血秀粉 虽然昨天晚上一直在打王者 错过了直播 但是我混上行药了 这波不亏 今天我火速观看 虽然999第一期有很多舞台也很好笑 但是版权问题没法放画面 所以也没有办法一起欣赏了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视频也无了 那我就就第一期的观后感 长话短说吧 总结起来是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999要搞连作 要变成以团之名2021了吗 这回是以Sail之名是吗 现在的赛制就是要 先进行探索战第一轮评价过后 前九可以优先选择再绑定的人 但是所有人都是要C组一个 K组一个 J组一个 组成一个Sail 其中任何一个人淘汰 其他两个也要跟着淘汰 就是说真的要共存亡 这不就是上位圈互相抱团吗 以往的节目虽然也是 表面上说着我们是99个人 我们是101个人 但是实际上镜头集中在20个人左右 但是毕竟没有那么明显 现在这么赤裸裸的让我有点难受 第一集就说可以重组Sail 也可以保留Sail 这不就是想看各组扯头花吗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 但是我看选秀不仅仅是为了看竞争 我更是为了看竞争下的温情 而且竞争算计 我觉得是要有节奏的 我理想中的应该是 虽然少女们互相之间非常珍惜 但是 会以外界名额的压力 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这种展现出的残酷美和遗憾美 是很令人心动的 但是它这个内在是什么呢 整体来说应该是少女们和外界规则之间的对抗 虽然可能很无力 可能大家都哭得不行 还是要送走一些人 但是这个其中展现的都是少女们充满人性的一面 而且竞争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先松弛再紧张 但像这样一上来就把节奏拉满 这个规则要绑定三个人的话 从一开始选手们就会更慎重 更互相看颜色 可能也会更算计 我觉得人性中立己的一面 会比温情更快展现 人当然有温情有立己 但是你综艺选择更快地展现立己 这一点说实话我有点不是很高兴 但是这样确实更加戏剧 更加抓马了 估计可以更好地看热闹了 在之前的主题曲评价中 导师们已经把所有的排名都排出来了 就是三个组的第一名到33名 以C01 C02 C33 这种方式写在名牌上 出舞台表演开始之前 当众出行 把名牌上的遮盖阶调就有数字出来 这点也有点残忍 你们晓得也吗 陈欣为第三十三名和沈小婷第一名 在一个组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 沈小婷说自己得过上海16岁组和18岁组的国标 国能舞的第一名还有英国一个舞蹈比赛的全球第六 哇你看C组第一 而且这样的履历得奖 竟然在创造营2020是一轮游 而且我看创的时候基本上没怎么注意过这号人 创造营2020真有你的 还有第一期争议满大的福亚宁就剪辑结果来看 确实表现的超级嚣张啊 开场的时候就说红笑的沙奈 太可爱了 个头太小了 跟我不是一个level的感觉 结果后面人家沙奈进了前九后五 那是不是有点太狂了 还有就是对CLC那段 给不了解CLC的科普一下 CLC是2015年Cube推出的女团 之前比较火的歌曲应该是那个鬼怪 这一次福亚宁组唱的歌曲 就是他们团的一首歌 导师问 你表演的歌曲原唱就在这里 你有信心吗 福亚宁是这样回答的 虽然原唱在座位上 然后我们可以展现不同的魅力 然后甚至超越原唱这样子 然后导师说 那对CLC参赛者崔友珍说了一句话吧 福亚宁又是这样说的 我的妈 大家都觉得她好可怕 反倒是崔友珍的回应 笑着跳舞是蛮得体的 救命呀 我之前看镜的时候 我觉得福亚宁她不是这种人呀 但是一上来就这么嚣张 真的很像一个大反派啊 无论这一段到底是不是恶剑 我觉得福亚宁已经一轮有预定了 她这个999之旅 基本上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舞台的话 由于没有秀音 第一期大家的舞台都超真实 我这放不了了 大家去舞台合集那边自己笑吧 看了一期之后 我目前有点想关注的是 沈小婷 还有日C江奇光 感觉跳舞很有力量的样子 虽然不是一眼美人 但是蛮耐看的 还有大小桥 虽然是第31第32的实力排名 而且出舞台破音了 但是大家的反应好像还挺好的 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我会重点关注一下 还有就是之前看自我介绍 就很看好的许子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我应该会跟着看看吧 我是南科十七梦 瓜的小裁缝 以后也一起和我玩吧